怎样可以有免费医疗呢? BC省就是MSP 稍后会讲怎样做的 可能有点严重的病 如果去walk in 它是未必可以帮到你 refer 去一些专科 所以讲一下怎样找这个医生 好,因为最近有看医生的需要 所以我们今天就试试讲一下 加拿大的医疗价构是怎样的 移民之前就经常听 加拿大的看医生是完全免费的 不需要付钱的 技术又好,很全面 而且退休之后 又更加不需要担心医疗费用 政府就会让你过世 但是有一件事就是 在加拿大找医生是难过找工作的 那实情是否这样呢?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 在加拿大是怎样看医生的 那事先声明 我又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那我来了都未够一年 也不是做护理系的 那所以如果有什么脱漏呢? 就希望大家可以原谅、补充和分享 那首先讲一下这里的医疗架构 那加拿大的医疗架构是一个 去中心化的系统 那主要是由每一个省份 自己去定制他们自己的系统 联邦政府主要是负责制定和执行 全国医疗标准 根据卫生法去支援各个省份的医疗保险计划 包括医疗资金和如何分配这些资金 由于每一个省份 都是他们自己自行定制自己的医疗计划 所以各个省份的服务细节和费用 都会不同的 因为我是住温哥华 所以我们会用BC省做例子 好了,接着就讲讲 加拿大是实行什么医疗政策 加拿大是实行全民医保 即是说 加拿大的公民 即是citizens 接着就是永久的居民 PR permanent resident 以及临时的居民 即是好像我们这些 就是work permit study permit 这些人 都是可以有一个 基本免费的医疗服务 换句话来说 看医生就不用付钱 省政府就是会帮忙付钱 但是不是真的 其实呢 那些钱都是在税内扣了 这个就是所谓的羊毛出自羊身上 那加拿大这个 medicare这个系统呢 它是可以覆盖到75%的医疗需要 那剩下的25%是什么呢 就是好像我之前的影片那样 那些就是私人机构做的extend benefit 就是呢 massage 那些 针灸 那些 那就是 其余的25% 怎样可以有这些免费医疗呢 那你只要呢 在不同的省份 那譬如在bc省呢 那你就要上回他的网站那里登记 那一会儿会讲怎样做的 bc省呢 就是msp 就是ohip 那亚省呢 就是ahcip 好 那申请方法啦 那申请方法 其实就有两款啦 就是以我们这些 work permit study permit的为例 那一款就是上网登记 那第二款就是 郵寄 就是 写好这些form 之后填就寄过去 那我们 很正常是选这个 网上登记 那bc省的医疗卡呢 是有分三款的 那这里呢 就是bc service card啦 第一款呢 就是没有照片的 就是给我们这些permanent resident的 咦 不是啊 第一款是没有照片的 是给我们这些temporary resident的 那第二款呢 是有照片的 那就是给 citizens或者PR的 那第三款呢 就是融合你的driver license 一起进去service card啦 那当申请完的MSP之后呢 你就会收到一封通知信呢 信里面就会跟你说呢 究竟你的 生效期 以及到期日呢 会是什么时候的 如果你已经PR了的话呢 那呢 ICPC就会要求你去拍一张照片 因为要贴到那张卡那里嘛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 即是现在像我们这些 不是citizens呢 或者不是PR呢 那其实他直接寄一张卡给你呢 那就是了 那当你拿了那张卡之后呢 你就可以看回后面呢 就会有你的 personal health number 即是PHN这个 number 那你就拿这张卡 这个 number呢 那你就去看医生 那就是免费不用提钱的 不用付钱的了 那不过呢 留意一下呢 就是你这张卡申请的时候呢 是有空窗期的 即是什么呢 在这个PC省来说呢 MSP是要第三个月才开始生效的 那所以呢 我们当年来到的时候呢 就五月来到啦 那我们是立刻就申请了 那接着 我没有记错 大约一个月 一个月左右 他就寄一张卡过来 那其实是用不了的 是还没用得住的 那就要等到去 八月 这张卡才可以生效 才可以正式看医生 那其实来到这么久呢 我们都没什么 怎么说常用去看医生 即是有病 都是吃一些成药 以前带来的 什么必利痛啊 呃 日本那些粉啊 那样 就没什么特别的 小朋友都触摸药 没什么病痛 都没什么事 那 那 最近多了一点 看医生的需要 那 我试过一次呢 就是因为我的心 突然之间呢 很痛 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之间很痛 很痛 整个星期很痛 那接着就去看医生 那 就跟他说 我心很痛啊 那怎么办啊 那他就 呃 他就 跟我做了一点点检查 之后他就说 正常你这么年轻 心是不会痛的 那你很痛呢 那不要紧要啦 我照给你 去做那些心电图 那这样 那接着就是 去了一个叫做 Live lab的一个 lab 那这个 lab 其实就做了很多 不同类型的 检查啦 那我们 那些心电图呢 都是不需要钱的 那所以你说 呃 这张卡包些什么 不包些什么呢 那其实 笼统一点说呢 如果你是有病 基本上就包的 但是你譬如那些 那些没有病 那些什么 补牙啊 洗牙啊 跟着好像之前 呃 针灸啊 那些卡的东西啊 还有就是 一样东西就是 药是不包的 就是你 看完医生 那医生说你 呃 双风感冒 那就完的了 那你是不需要付钱的 但是呢 如果你要买双风感冒药的话呢 你就要自己付钱了 好 那之后呢 就讲一讲 怎样找这个家庭医生 过来 你过来 我们在这儿拍片 那我们怎样找家庭医生的 知道吗 我们怎样找家庭医生的 家庭医生呢 呃 我们来到加拿大呢 除了找工作之外呢 第二样东西就是 最紧要找家庭医生的 那呢 那呢 加拿大呢 和这个香港呢 看医生呢 是很不同的 因为呢 香港你可以随便 下去 任何一家诊所那里 看完 接着就 有药食 那就算了 那但是在这儿呢 你所有的东西 都一定要经家庭医生 才可以再进一步 譬如你 呃 好像我之前那样说 心口痛啊 呃 或者想抽血 做身体检查 那样呢 你都一定要经过家庭医生 去帮你做一个基本的诊症 然后呢 啊 行了 行了 你回去吧 麻烦 那到哪里呢 啊 总之这个家庭医生呢 就是你所有看医生的一个基本 呃 基础啦 最大的那层 你一定要有这个家庭医生 之后呢 他帮你做完一些 基本的检查之后呢 那就可以转介你去看专科 而那个专科不行的话呢 就会再专科 这样再转介啦 那总之就一定要有家庭医生 才可以 再下一步的 那另外呢 就是家庭医生和专科医生呢 其实都是需要预约的 你不可以直接去walk in 一间诊所的 当然啦 这里也有一些walk in的诊所 但是那些通常都要排好长队啦 排好久啦 还有 说就说是walk in 但其实你也要打电话去问一下 有没有位置可不可以walk in 就是基本上都是半语约的形式 你去到都可能还要排队啊 等啊 之类之类啦 那... 所以找家庭医生呢 在这里呢 是很困难的 因为家庭医生呢 是供不应求的 那... 在这里呢 就会... 有一个很简单的网站 可以给大家去... 怎样找家庭医生啦 除了这个这么简单的网站之后呢 其实呢 第二个方法呢 就一定是靠身边的朋友 有没有group啊 那些啊 因为呢 很多时候呢 那些医生呢 收不收新症呢 全部都是refer的 其实不止是家庭医生的 你找工作的时候 很多时候呢 是refer refer 识人好过识字 去到哪里都是通用的 总之就是 最好就是有人介绍 推介 那... 因为呢 在加拿大呢 有家庭医生是这么重要啦 因为呢 那个家庭医生是会... 有了所有的记录啦 病历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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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家族遗传病啦 那就是... 保持全家的记录在他那里 所以你觉得现在不重要 不需要 但其实之后可能真的有什么事 Touchwood的时候 你先来找就会很麻烦 所以趁没事就最好找一个家庭医生 因为如果有什么事 可能有些少少严重的病 你如果去walk in 他未必可以帮到你 提供一些专科 所以一定是要有家庭医生才行 好 接着就说一下 如何找医生 好 现在就说一下如何找医生 找医生是最常用的方法 就是FindDocker PC 直接选择你住哪里 我们就去Croquitlin 选择未必接受新患病的 然后选择它 它就会显示到哪些地方是有家庭医生 它这里也写明是no walk in 或者可以walk in也可以 不过最好都是按进去 打个电话去问一下 或者上去那个网站 这个就是最快捷的方法 是最方便的方法可以让你知道 当然啦 如果是有朋友介绍的就更加好 就是这样 我们可以看看 比如我们去Bernaby 是吧 按 按 哦 已经是限制了 所以 最好就是打电话去问一下 可能会有很多人在排队 就这样 在这里就讲一下如何申请MSP 那其实MSP呢 就 已经算是很简单的了 在这里的网站上 就按apply now 接着就会问你 有没有申请MSP啊 你是不是住在BC啊 有没有 没有 接着就 包不包回流啊 不包 那你是哪一个啊 那我们是Word Permit 那我们有没有Digital Copy啊 有 那接着呢 就下一步 接着就 接着就 接着呢 就 这些不知什么KR 我们没有的了 接着就 下去 12MG的Benefit 没有啊 那就是MSP啦 那我就打回这个啦 6X3T之后呢 就打字啦 就HK Henry 1月1号 1991 男仔 那是Temporary嘛 那就然后我们 Word Permit啦 接着Document啦 Word Permit啦 接着就 YES啦 它说会不会显示你的Gender的 那接着就Upload 然后呢 你的名字会不会不同啊 No 你现在住在BC哪里啊 Coculum Nope 那接着就跟你说 什么时候到 5月 1号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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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 5月1号 2023 那接着呢 就 就 呃 没有 Full Time 不是 那 Sinsure Why have you left No 又 继续 接着 接着就会问你 有没有 接着就会问你 有没有招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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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contact是什么啊 接着再重新看一次 然后订阅 那就是这么简单啦 就是打回刚才你自己这些东西 重复一次 就是看看自己有没有错 然后订阅 那之后呢 它就会记封信具啦 就是这么多 ik Soron 在拍影片喔 你在玩车车啊 啊 你去哪儿啊 哇